哈囉大家 今天晚一點喝 晚上九點來做個拿鐵 因為我發現我再不做拿鐵 我的牛奶真的要過期了 這個已經到多久? 8月21號了 然後 因為我是已經開過了 所以這個如果壞了 我也只能認了 那沒壞就是當撿到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來用之前帶回來 那個測試的配方豆 把它削一削 還有 我還有多少 好像還有一磅 當初烘了1.5磅 是說我最近很多測試 就是對磨豆機的測試 對咖啡機的測試 都是用這個豆子 所以它消耗的也蠻快的 放在多 18.1公克 應該OK啦 那 做拿鐵 我喜歡讓它 濃一點 就把它調細一點點 好 直接接好了 直接來接粉 欸 還沒壓 還沒壓 我剛剛有 清了一下 磨豆機 齁 就是有拍了一個 拆它的 內部空間的影片 對 還沒剪接啦 還沒剪接 想說一鼓作氣 咖啡機也開了 齁 就來 練個拉花吧 難得今天 已經把冷氣開好了 就可以喝個 熱咖啡了 好 今天 動作快一點齁 純粹 只是 練習一下而已 最近這陣子要把磨豆機 寄回去給廠商了 齁 因為這台還是它的嘛 雖然說我有預定 但是 這台是它的展示機 所以 它最近 或要到 或要定了 然後拿回去研究一下 它也放在我家真的很久了 蠻長一段時間的 不知道到時候 我還它之後 我會不會 懶得 用手搖磨豆機 齁 然後 就可能都不拍早餐咖啡了 撒個可可粉吧 撒可可粉真的是對拉花 表面的那個圖案很有幫助啊 好 我還沒很習慣 這個角度 做奶泡 喔 先做個簡單壹點的圖就好了 哇靠喔...好滿喔 其實 其實夏天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兩三天才會做一杯熱拿鐵嘛 然後就整個手感你沒有辦法像之前這樣子 就可能你每天都會做一杯 甚至有時候每天會做兩杯 早上我自己啦 我早上拍影片的時候做一杯 然後可能晚上下班回來又做一杯 然後自己喝 偶爾可能老闆娘也要喝 他也願意幫我喝一杯 我就可以一天做三杯這樣 那現在幾乎沒有這個頻率啦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整個你今天好不容易做一杯 然後覺得這個手感還不錯耶 可是你想要再多做一杯的時候 沒有人幫你喝掉 那我自己是不喜歡做起來 然後放冰箱或是做起來倒掉 所以就也只能這樣子啦 那其實自從開始做影片 然後弄了工作室專門去烘咖啡豆嘛 我就離店面吧檯越來越遠 那其實有時候去到店面也是可能做一杯熱拿鐵給自己喝 那也沒有出給客人 因為其實吧檯這種工作你久了之後會生疏你知道嗎 所以很久沒有在這個環境工作 那有時候整個動作做起來不是很流暢 那我是都這樣認為啦 我覺得一個客人來到一間店裡 他可能想要喝的是一杯咖啡 或者是說他想要 找一個比較專業的咖啡店 然後買一杯咖啡 那如果說這個過程之中 他看到一個就是動作卡卡的 然後很不流暢的人在幫他做咖啡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會影響他的一個 消費的情緒消費的體驗 所以即使我現在在店裡只要有客人進來說要喝 不管是喝什麼 我通常我都是馬上把吧檯讓出來 然後讓老闆娘來做 因為他每天在那邊工作 那其實整個流程他做得非常的熟悉 那一來客人等待的時間也不用太長 二來客人在整個消費的體驗 應該也是會比我來做好一些啦 講那麼多 那最近其實像我自己的工作做的比較少嘛 就夏天其實大家咖啡會買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的工作其實變得不多 有點考慮是不是要重回 就是豆子烘完之後回到店裡 站吧檯 不知道會不會被罵 笨手笨腳的 然後 其實老闆娘在 顧店的時候 顧吧檯的時候 他做東西的速度真的很快 那時候 我在那邊笨手笨腳 不知道會不會被趕出去 好 那最近呢 就 這台磨豆機的 整個使用的評價大概告一段落啦 接下來的動作就是 把這一台寄回去給廠商 感謝他 這一兩個月來借我試用 然後 下一次你們再看到我家裡面出現 電動磨豆機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我自己買的那一台SYNCLE DOS 那 希望他是真的如期啦 就是說 10月底前會到貨 對 我知道 他們代理商的習慣 這一家的習慣 他會把那個到貨的期間 抓得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理論上有可能會更早到貨 這個我就真的也不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是一個確定的日期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10月底前 10月31號前 理論上是會到台灣的 那我們就等那個時候 讓我們 再看看到時候量產版本的 跟這一台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之前做的新得的影片 我有跟大家講過嘛 如果說你現在還在觀望這一台 有太多的 就是可能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這樣子的差異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說 你們可以 稍微等一下嘛 等那個拿到的朋友 他們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你們再買 因為 代理商那邊其實 這次開的 預購的價格 也不是說 只有預購才會是這個價格 是第一批你可以先訂 然後你當然會早一點拿到 那之後的價格 都是依照這個價格 除非說 未來有原廠那邊漲價 或者是說歐元大漲 不然的話 其實 價格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以我觀察他們的一個習慣 對 我記得 很久以前看過他們的咖啡機 有漲價過一次 那漲完價之後 過一陣子 好像歐元跌下來之後 他們價格是有調回來了 這是非常少見的一個代理商 對 就我店裡在用的那台S1 當初我買的新機是75,000 那後來因為歐元漲價 然後還有一些運費 這些漲價 他們曾經漲到85,000 可是後來 現在 我有看到他們又降回到75,000 對 其實這個 感覺就是 有點類似像我這樣 就是 不是那種很純正的生意人 出來來做生意 然後就是覺得 該賺多少我們就多少 然後漲上去的價格 不是說不能調回來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的成本 是降回來的話 我們就調回來 我們抓一個固定的利潤 然後讓消費者 用更合理的價格去買到 他們想要的設備 這樣就好了 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 我一直以來都 蠻喜歡 幫他們介紹他們的商品 就是沒有 就算沒有任何的酬勞 然後 也沒有任何的什麼 業配的費用 或者是機器送給我 也沒有 但是 我覺得其實像這樣子的廠商 有可能他在行銷的部分 會比較不夠力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去做很多 很華麗的行銷 因為畢竟他們抓的毛利就是比較低 但是 對消費者來說 我覺得這樣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他們把整個價格 拉到一個他們應該拿取的費用之後 拿完之後 他就把整個 價格 反映在你們身上 那不會說 他該便宜的時候 他沒有降下來 然後 價格就這樣一直跑跑跑跑跑 跑上去了 反觀那個隔壁棚 隔壁棚那一台 就是 我實在也是 不想講他台灣的價格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 那 原本他在歐洲就是 那一台跟這台是一個 同樣定位的東西 可是來到台灣變成 兩倍售價的東西 對啊 那其實也真的是 多虧了這樣子的定價策略 讓這一台 在台灣的關注度 變得這麼高 那 今天的閒聊就這樣 今天用手機拍的 收音跟光線 可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請大家 多多包含 就是一個閒聊 跟喝咖啡的影片而已 下次見 掰掰 好